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公费接种疫苗施打排序 其中第五类是住宿型长照机构住民还有照顾者 对此原转会认为说在部落服务的文件站照顾员 原家中心的社工员服务范围涵盖全国也应该要纳入施打 就之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公费接种疫苗施打排序 其中第五类是住宿型长照机构住民以及照顾者 但是就有部落文件站照顾员以及原家中心社工呼吁 应该把全国文件站照顾服务员跟原家中心社工员 纳入新冠病毒疫苗公费接种对象第五类的范围 我们有接触到很多 比如是他们的子女回来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是从哪个地方回来我们不晓得 所以我们也会担心 我们也希望说照顾员能够赶快施打疫苗 由于文件站照顾员以及原家中心社工 有时会到服务对象的家中做访试 疫情期间政府如何保障全体国人健康 提升原乡医疗权益 共同达到防疫疫苗的施打强度 才不会让原乡地区成为了防疫破口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